你 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我呢 沙公主你要清楚 话终究是话 看得再久 里面的人也不会自己出来 张楼主 看来已经胸有成竹 要把我的儿子给带回来了 我现在正式来向沙公主辞行的 好 你辞行完了 可以走了 以后不要再擅闯我的红月阁 小虎头 这一次 谁也别想把你从娘身边带走 来 小大叔 不不不 小大侠 您真的就是白礼流光啊 我居然有眼不识泰山 这么多年没把您认出来 难道真的就没有解脱的办法了吗 白礼师叔 门外有人求见 谁会知道你回到玄机门了呢 来人说有解硝狼之毒的方法 师叔 就是他们 听说你们解我儿子所种之毒 不错 因为那毒是我所制的 也是我亲手交给沙公主 让她家诸在天玄星沙之上 大胆 竟敢是我儿子 此毒若是不及时解 孩子便会永失光明 可惜呀 他还是个少年 说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今日午后 会有一艘小船 在幻博池边等你 你只需将孩子送往洛仙宫 我保证 他马上就会复明 我如何才能够相信你 你不得不屑 因为你儿子的毒 只有我能解 兰儿 你应该是 爹忘记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要带你去划船钓鱼 应该是去年生日的时候吧 前年好像也说过 爹的记性不好 以后你要多提醒提醒我 爹啊 你总是这样 但是每次 我又不敢提醒你 因为我怕 我一说多了 你又敢嫌我吵闹了 但是我知道 其实 你只是表面上严厉 心里面呢 还是很关心我的 所以 你总有一天会兑现的我言的 每当走起誓旬 爹今天就实现这个诺言 我连船都准备好了 你在这里等一下 爹去把船进衣过来 我 爹 爹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我不着急 咱们改天去也可以啊 照顾好你自己 我 每当走起 失去的过往 碎的心 又怎么释放 你的诺言 不曾遗忘 终究还是要放下 一生遍离 隔在天涯 思念该从往何方 一生遍离 隔在天涯 思念该从往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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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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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毒法了 给我 快 宋少公主回红月阁 是 朗确 朗确 葱 朗确 他